溫平庸是名為中醫診所院長這一集的陸子醫手 溫義士毫不藏私地分析病況 將詹咎、用藥、起居飲食和保健方法 內心引導讀者認識中醫診療的觀念和方法 二膽中肝向誰說 老天爺是最偉大的藝術家 千古以來在空中彩繪,從來都沒有重複的畫像 順色萬變,目不下級,美不星修 在地上融融洞洞的眾生 只是看到路上的紅綠燈 而看不到天上的彩雲飛 而地球上每一個人也是老天爺的獨一無二的創作 沒有興趣望天空的人 欣賞一下人體的精品 來來往往千萬人 誰能夠引起注目呢? 有一位七十歲退休教授 年輕的時候留學美國 取到博士學位 他博學多才,擁有高科技智能 屬於有技術的人才,被國家招攬回國 主持國家重大科技研究 運籌為握,自用相傳 還在著名大學的學府任教 在他旗下的研究生 每一年都有十幾個 天上飛的 地上跑的 海上航行的 各項領域的研究 都戒輕就熟 只是這些學歷 就已經令人景仰了 他會不會試過 自己知道得越多 明白自己的人 就越少的滋味呢? 教授平時的身體都算健朗 他見到太太因為肺癌 被我醫治和調理了之後 臉色和精神都越來越好 好到連周圍的親朋好友都看得出 才講起教授 很多年的嘴唇會麻痺的毛病 也都想來給我試下醫他 平時聽過太太講起教授 終於見到男主角的廬山真面目 當教授出現在診所的時候 玉樹臨風 氣雨牽昂 走起路上來 神彩飛揚 風度翩翩 談吐溫文爾雅 真是可以稱得上 是上帝的傑作 這個原版的素材 天生優質 經由教授的後天培養 加上自己的努力 添上色彩 先鮮豐度鮮 不同凡響 人本身的特質 就是一個藝術品 令人細細品嘗 有些人真是會令人當氣回腸 問起他的病歷 在嘴唇麻痺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病? 教授說 嘴唇麻痺都已經十幾年了 是直牙造成的後遺症 當時有一位學生是牙醫 剛剛學會直牙 教授很樂於做學生的試驗品 前後幾年 一共直了五隻牙 直完牙之後 就開始整個嘴唇都會麻痺 怎樣醫都沒有改善 就放棄了 我很好奇地問 你有沒有將你直牙之後 嘴唇麻痺的情況 告訴那個醫生呢? 教授靈靈頭就說 我不想傷個學生的心 令他感到有挫折和內疚 我聽了不以為然就說 老師呀 你是不是應該要告訴他 這個實情呢? 他才可以改進他的醫術的嘛 才不會再有下一個 嘴唇麻痺的受害者 教授說 這件事都過了很多年了 寧願自己在這裡受苦 都不想學生受傷 越是厚度的人 是不是越是孤獨的呢? 海可田 山可疑 易不可斷 大仁大義 易薄雲天 和誰說呢? 針夠處理 嘴唇是屬於陽明經 疏經痛諾 要針營香合谷 觸三里穴 嘴唇是屬於肌肉 皮 煮肌肉 健皮 要針三陰膠穴 觸三里穴 麻 和血液循環 神經傳道有關 要針頭皮 額中腺 針神停穴 透向髮制 促進嘴唇周圍循環 要針地瘡 大型 成章穴 嘴唇麻痺 因為植牙所引起 龜根究底 都要治療牙床 促進牙周循環 針甲車 透大型穴 二間 三間穴 起初 植牙造成嘴唇麻痺 有一定的氣滯血羽 要針曲池 血海穴 每個星期針一次 請教授自己要用力撐掌9秒 用力握拳9秒 連續做五次 用手指弓 捏住中指的指尖9秒 連做五次 有時間要按下嘴唇 有一次門診 教授好像很趕那樣 一問之下 他說他有五個老人家要去照顧 教授說 他去南部送中秋禮物給老人家 剛剛趕回來 我心在想 雙方的父母如果都健在的話 就應該只有四位 為什麼會有五位呢 教授才說 他有三位小學時候的啟蒙老師 凡是過年過節 他都一定去送禮問候 平時都會去探一下他們 或者帶他們去看醫生 又或者帶他們去享受美食 只要老師還在的話 這些是他應該盡 報答的義務 我聽了之後很感動 可能那幾位老師自己的兒子 都沒有他那麼孝順 他太太說 他說 教授對朋友是古道熱場 但是教授 對於他自己認為很重要的事情 他就會很固執和硬頸 有時候他的牛皮氣發起上來 誰都頂他不信 什麼人才稱得上是知識分子 是博士、教授、醫生、董事長、研究人員、科技人員 只是擁有學識 就算得上是知識分子嗎 在這位教授的身上 我看到一個屬於中國人的知識分子的特質 教授來看病的時候 他必定會穿得好事正 莊重自己、尊重別人 有時候在等看病的時候等久了 都不會顯得一個不耐煩的樣子 也不會埋怨 幫他下針之後 他都很有禮貌說麻煩 我請他要注意一些事項的時候 他都不會用科學來鵬打中醫 仍然很包容地去接受腦組中的智慧 不會此才傲物 剛剛開始針灸食藥 療效不是很明顯的時候 他都沒有質疑和批評 對小學老師的關愛 專施重度感恩的情操 高峰亮節令人敬佩 針灸了三個月之後 嘴唇都還有一點點的麻痹 一直都突破不了 教授就放我一馬 就不再來看了 他的風範 令我更加警惕自己 智慧是一種境界 竹子越高 彎得越低 任風擺蕩 謙謙君子 千萬不要身體去了前面 而靈魂留下在後面 不要失去了知識分子 而膽中肝的本色 本節目是由明慧中醫診所 溫憑庸醫師博大出版社 贊助播出